Hello,大家好,我是Randal 今天我们来NYIT Downtown校区来转一转 Downtown校区这边呢,位置是非常的市中心的 因为这边要撤掉了,所以学校这边再卖一些之前的客座椅子 据说非常便宜,今天就和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之前这边呢,主要是能源管理和MBA的专业在上课 但现在呢,大家都搬在了BTC校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校区里面基本都卖空了 当当校区的这个view是真的很不错 我们可能来的稍微有点晚了 很多东西都已经卖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确实是真的很便宜 那这边呢,就是新的BTC校区 这边呢,是今年刚刚装修好的 设施呢,也非常的新,装修风格也很现代 现在所有专业都会在这边上课 那这里呢,是一个图书馆和自习室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自习 我觉得这边设施真的还挺不错的 拐过来呢,就是三个教室 在没有扩建之前呢,这边只有两个教室 可以看出来扩建之后,真的教室变得宽敞很多 今天我们又来这个工地看一看 照比上次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了 首先这个楼梯也修上了,窗户也有了 外墙也是弄了一下,我们待会儿 我们现在就进里面去看一看 这次这个地上已经铺了水泥了 这就是进到了一楼,现在房子的窗户都已经装好了 后面呢,有两个厨房,一个是西厨,一个是中式的厨房 这里呢,就是上到了二楼 二楼的浴缸看着好多呀 一二三四,大小有四个浴缸 对,楼上卧室比较多 那这儿呢,就是他家的后院 后院有两个建筑,一个是小车库 另外一个是厚箱屋 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了后厢屋的一楼 那这里呢,是后厢屋的厨房和客厅 左边呢,其实是个车库 那我们又上到了后厢屋的二楼 这里是一个卧室 这边呢,是后厢屋的厕所,还有淋浴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那这个后厢屋呢,就是一个车库 加上一卧,一厨,一厨,粮食 我们这个不是搬了新家嘛 正好这个新房子有这个大烤箱 就想象说这不得做点面食 正好这个Costco打实 这个厨师机,原来我们看都399是吧 然后这次看329,就直接给买了 这里头是4个头 加上一个盖,这有个大碗 然后这个是亚马逊上买的配件 应该不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的,但应该能用 本来想在国内海淘来 结果发现国内这个最原装的价格 跟这边差不多 对,就是压面的切面条吧 它一共能弄三种宽度 宽的细的片 这块就是调节压面皮的 这个东西的厚薄的 这两个就是压面的切面条 我们新买的这个厨师机的配件到了 这是一个绞肉加灌香肠的一个组合 我们今天来试用一下 我们这东西已经装好了 看着还都挺结实的 就是那种铁的,挺厚实的 我今天试运行一下,我也没弄过 要捅一下它吧 还可以哈 嗯 看着不错哈 这能上劲吗 我觉得打的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肉 很有手感 很有手感 要来热油吗 放一点点吧 买了一份网川比较好吃的肠粉 放边上吧 就放边上 我先来品尝一下 切住呀 好吃吗 很好吃 是吗 我要尝一口 分分分 这肠粉很薄很滑很滑很好吃 天气特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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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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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